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色苍白 全身颤抖 他知道 自己的生死已完全掌握在曹操手中 因此 他只能拼命地压抑着内心的恐惧 努力使自己看起来镇定一些 在沉思片刻后 杨彪终于挣脱了内心的恐惧 他那坚定而平静的回应如一柄利剑 将曹操的挑衅和嘲讽击得无言以对 那么 杨彪究竟说了什么? 要想明白整个故事 就不得不从杨修开始讲起 他出生于捍卫名门世家 以恭敬好学 才华出众而闻名 在建安年间 他被举为孝联 不久便获认郎中 后来更是被选入曹操的丞相府 担任主部之职 有一天 曹操和杨修经过曹娥碑 上面刻着黄眷幼妇 外孙姬就八个大字 就在这时 曹操冒出了试探杨修才华想法 便转头说道 你知道这八个字的含义吗? 谁知杨修竟毫不犹豫地回答 知道 曹操惊讶道 你先不要告诉我 让我思考一下 两人继续前行 走了足足三十里的路程才停下 这时曹操若有所思地说 我已经有了答案 不过我们互相写下自己的理解 不要交流 他们席地而坐 各自用笔 只写下了自己的理解 曹操吩咐手下 看看他们的答案 并将其进行对比 惊人的是 他们写下的字竟然完全一致 黄眷 黄色的丝绸 合成了绝 幼妇 只少女 合成了妙 外孙 女儿的儿子 女子 合成了好 姬就 用来磨练 承受辛苦 合成了 词 这八个字的意义合在一起 构成了绝妙好词 曹操感叹不已 自己花费三十里的路程才构思出这一解释 而杨修却轻而易举 想出了正确答案 因此 曹操开始佩服杨修的才华 并开始器重他 自此 危险的导火索巧然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修因曹操的信任逐渐变得狂妄自大 他开始在人前揣摩曹操的心意 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傲 虽然曹操心生疑虑 但始终忍耐 当时曹操心怀野心 渴望夺取汉中 但刘备坚守城池久攻不下 他在纠结之际 正好有士兵前来请示下一步的命令 陷入深思想着如何撤退的曹操 非常不忍心离开 这令他纠结不已 最终 他下令鸡肋 这一神秘口令立刻在军中传开 引起了下属们的好奇 每个人都在揣测曹操的真正意图 而杨修却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 众人问 鸡肋 这是什么意思 杨修却从容自若地回答 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主公现在下令撤退 这场战事已经陷入僵局 再坚持下去 只会让损失变得更加无畏 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和资源在这里 这番言辞传到了曹操的耳中 引起了他的警觉 从这时开始 曹操开始对杨修起了戒心 认为他在卖弄财学 试图左右他的决策 其实杨修的父亲杨彪早已看出曹操本性多疑 多次劝杨修要懂得收敛锋芒 免得引祸上身 然而 杨修置若网闻 连续办了几次卖弄之事 导致曹操最终对他彻底厌恶 汉中没有夺取成功 曹操带领他的部队归来 向国府的大门刚刚修好 乌船也树立完毕 他决定亲自视察这个新建的工程 以确保一切都符合他的标准 在修建工地上巡视了一圈目不转睛的检查每一个细节 终于 曹操停下来 眉头微皱 他看向大门 命人立刻在门上提了一个大大的活字 然后默默离开了 众人对这一举动一头雾水 纷纷猜测着曹操的用意 然而 杨修见到这个活字后 立刻明白了曹操的意图 他立刻命人拆除了大门 并向众人解释 门上提活约阔 主公是闲门太宽了 想要重新调整 这次拆门的事件过后 杨修彻底认为自己就是曹操肚里的灰虫 无论曹操在想什么 怎么想的 都没有他不知道的 一天 在塞北驻守的官兵 送来了一盒美味的酥饼 这份礼物 让曹操非常开心 他亲自拿起笔 在盒子上写下了一盒酥 他还将盒子珍藏在案头 视之为一份珍贵的礼物 然而 杨修看到这盒酥饼后 丝毫没有犹豫 静止打开了盒子 招呼左右的众人一同分享 曹操看到众人在吃掉他珍贵的酥饼 不禁生出疑惑 他问杨修 这盒酥饼是送给我的 为什么大家都在吃呢 杨修却非常坚定地回答 丞相在盒子上写着一人一口酥 不就是让大家一起分享吃的吗 曹操听后 忍不住笑了出来 心里却对杨修的狡黠彻底厌恶 虽然厌恶杨修 但罪不至死 真正害死杨修的 却是曹操 这该从何说起 曹操是曹操最富有才华的儿子 杨修也被誉为文学奇才 这两位年轻人 私交甚笃 他们的才情相得益彰 常常一起讨论文学 诗词和哲学 那时 杨修对曹操充满了尊敬和钦佩 视他为文学的伙伴和引领 有天 曹操向曹操提出了一个问题 答案却在短时间内被送了过来 速度之快 让曹操产生了疑虑 因此 曹操决定进行调查 这到底是不是曹操所答 在调查中 他发现了杨修与曹操之间私密的信函 内中详细记载了杨修预测曹操问题 并写出答案 这引起了曹操的猜疑和不满 他怀疑杨修的忠诚 甚至认为杨修可能与曹操密谋反叛 于是杀心逐渐滋长 与此同时 曹操与曹操的继承问题一直是曹操心头的难题 他倾向于让曹操继承他的统治地位 但又不愿放弃曹操 毕竟曹操拥有卓越的文学才华 为了最终决定继承者 曹操决定对两兄弟进行一次考验 以观察他们的才智和胆略 曹操派遣曹操和曹植 出城办理一项任务 同时特意嘱咐守城的将领 不得开大城门 这一行动 旨在考验两兄弟的应对能力和决断力 曹操遵守命令 回城复命时 发现城门紧闭 守城将领严守门禁 曹操愁片刻 最终决定按兵不动 等待进一步指示 曹操则在杨修的提前告知下 出城遇到了守城将领的拦截 杨修是先告知曹操 如果遇到阻拦 便以曹操的名义下达出城令 遇到阻碍就啥 曹操果断地宣称 自己出城 受到曹操的命令 守城将领不敢违抗 放行了曹操 曹操得知曹操顺利通过考验后 不禁生出怀疑 他明白 这背后又是杨修在教导曹操 试图干涉他的决策 心仇旧恨 一起涌上心头 曹操认为 杨修的行为早已越过了底线 他已前后露泻言教 交关诸侯的罪名 处死了杨修 杨修在临死之际深感悔悟 回想起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不禁感叹道 我故自已死之完也 这句话充满了自责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奈 为了避免像杨修一样的命运 杨修面对曹操的刁难 说道 会无日滴先见之明 由怀老牛嗜毒致爱 这句话意思是 他为自己没有今日滴那样决绝的杀子 而感到愧疚 仍然保持了对儿子曹操深沉的父爱 曹操听了这番话 感到心头一震 内心充满了内疚和悔意 他明白自己的苛刻对待大臣非常过分 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半君如半虎 如果没有政治智慧 仅仅靠着小聪明 只会引来杀身之祸 使整个家族的命运受到牵连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